薛刚业绩铁囚坟 他这一哭一焚化这个纸张 消息走透了 感觉你悄悄的已经把这个梁辽王府 围着个风雨不透 哗啦的这么一声大门打开了 只见了灯光火把 照得跟白昼一样 有一员大将 立马横刀 守在门前 告诉薛刚 你啊 赶快出来授手 甭废话 脑袋拿过来 我不杀你 我把你神捆锁网送进皇城 交给泽天皇帝 让陛下去处置 薛刚啊 他首先办的一件事 就是隔着墙 他把城外胡给扔出去了 薛刚做的对 怎么天塌地线 天塌地线 有我一人来称张 可不能再叫我的小弟弟跟着汤这个浑水了 这次我能进这城来 寄这个坟 多亏我这个小兄弟帮忙啊 你赶快给我走 撑着一下 给撇哪儿去了 不知道 跟扔出一包袱似的 好吗 城外胡都崩了 等他把员胡给扔出去之后 他这才一跨这个门槛 由他里面走出来 当他站在门前这会儿 仔细这么一看 哎呀 这鲜鲜一头栽到那儿 怎么了 薛刚认出来 只见对面这员大将年龄 比自己大不了个三两岁 面如种枣 是红中透亮 黑眉朗目 金盔金甲 手里脱了一口大豆 然而 磕头的兄弟 正是二哥 赤面胡马登 薛刚全响起 程月虎跟他说的话 这回都兑现了 我听说 马登现在已经做了走兵了 据说最近呢 就要封工 封工去啊 你不给这一个什么定国工 你不什么工反正 还没封呢 那正好 什么正好 把我薛刚逮着 这不立刻就封上了吗 我打何人 原来是 马登将军 这句话 那比指着鼻子啊 臭骂两句 还难听呢 因为什么 心如手足一般的兄弟 称得起是异性兄弟啊 就是 性不一样 但是呢 但是呢 如清歌那一般 今儿个怎么能这么称呼 只见 马登 刷每个大刀子一横 他把刀头 藏在后边去 刀钻在钳 这位是真有出手的 怎么个出手的 他们在大眼皮 往前这么夜马登 问了一句 对面战利者 何人 薛刚差点哭了 怎么 这都是从小一块长起来的娃娃 这走上社会之后 才结的能带着兄弟啊 怎么现在不认识了 是 他气的肺都要炸了 他走走走走 直哆嗦 现在把什么危险的 上坟的 怎么回事 什么包围着两个王府 这些事 他都不在意了 几乎全都扔着酒消 又外去了 他看了看马登 哦 你问你对面站的是谁啊 你家三折筒 薛刚 这份量的对吗 对不对 就这么量了 就这样 哦 拿命来 哎哟 这就更难听 薛刚一想 我怎么就没把长得蛇毛带进来 我狠狠的这一下下去 我就大米六窟窿子了 我也解不了这心仇恨哪 这可真厉害啊 为了升官发财自己的兄弟居然不认了 现在手里头只有一口剑 就得剑 我也能把你啊 嗯 剁成两霸 问题了 他刷的一下举剑就批 马不交锋 就打到一副 这事是越拒人越多 马灯一边打着 他所以还不闲着 他说什么呢 不是跟薛刚聊天 他没工夫打理薛刚 他跟他手气的那些偏将 你们给我往上上 往上冲 今日就拿着 反则薛刚者 重上万斤 这咋子 谁能亲手把薛刚给我逮着 我就给这一万两黄金 这是开玩笑的事 这手下的这些官军眼都红了 越拒人越多呀 得知不知是谁提醒薛刚一声 散觉度 不可恋战啊 不可恋战 这话谁喊的 就是薛刚带着 那几个家人 其中有人喊这么一声 这声是真管用 薛刚 用足了两倍的气力 当当的这么一下 他们马灯给刀封出去 逆转身 啥条血路啊 奇怪的是什么 薛刚举一件 要批出一条血路 这是没得可说了 但是呢 他自己呀 奋不顾身 就全然不顾 那个刀枪啊 轻松的扎着 刀头的批来 只要不是 这个军器奔他头部来的 或者他双腿来的 他一概不管 就迎着枪枪往上刹 扎上了没有 扎上了 扎上了好几枪啊 有一个家人呢 纪龙山来的家人 看见了 当时差点没紧张死 怎么一看 完了 古老爷晚 不死 带重伤 人家哪扎枪 好枪 不是奔的贤修 就是奔两类 都是致命的地方 扑扑 这些人也怪 觉得奇怪啊 这些人一笑就觉得 怎么了 这事 怎么这枪出了毛病了 没错啊 这整天虽然两流 王府这会儿 没出什么事 但是那刀枪不停的磨呀 可以说是风霜利刃的 非常快呀 这枪好使啊 枪这个东西 可了不得 怎么了不得 那是兵器之中可谓一摔 枪 啪啪啪 这一鸣 这叫枪啊 要是一摔 把枪头往后 把枪转线的前面 那就叫棒 如果刷把这枪身让出去 做了这枪根底下那定 那叫匕首 兵器里头有好多说道 一寸长一寸枪啊 一寸小是一寸桥 他说看呢 怎么这枪架出生毛病了 怎么扎哪儿了呢 他管不堪了 薛康不堪了 手起剑落腹 这位咕噜一下脑袋就下去了 就这大伙 这一蒙一乱之际啊 薛康杀出了一条血路 砍伤无数军兵 他也不知道砍死多少 伤了多少 那么到底怎么回事 薛康炼的金钟罩铁不铲 金钟罩今天也不行了 很可能也得将人给破了 那么怎么回事 多亏这件宝凯啊 好家伙 真管用啊 唐利宝凯 今天这B站一 不科学发展了吗 可能是由那唐利宝凯 演变而来的 是吗 无从考察 是我自己这么琢磨的 好 这杀出江血路 也不管哪儿在哪儿了 这通城虎金儿是真蒙了 什么东西呢 本意盖不到 这部落跑出多远来了 直接前面一抖高墙栏路 薛康这部 接哪儿来的这么一股的力气 他纵身一跃 不提一下 就跳进了长墙 铁墙站在这儿 喘了半天哪 怎么回事 哎呀 你就是一只蒙虎吧 也架不住六百多条狼 围着你 你说你有多的力气能行啊 这车轮站 杀不进展不绝 对那几个家人怎么样了 这谁顾不了谁了 谁让主的剑在这儿 缓了半天 才算 把这口气传匀了 这什么地方 不知道 他侧耳吸气 软处里 喊杀声不绝 这就很像这个 没脑子苍蝇似的 这这状态 这官兵是到处乱撞 也不知谁喊了一场 他在这边的 我不断不断站一头 就在外边搜寻薛杠 薛杠 顺着一条永路 他就走过来 前边一个越南门 走着这越南门 这这么一看 薛杠意识到 意识到什么 这还是一个大户人家 绝非是平民百姓 嗯 哎 他侧耳一听 前面有人说话 他顺着这声音就过来 过来这么一看 只见在狼言下 摄摆着 一个星岚 有人在这满斗焚香 旁边几个丫鬟婆子 这伺候着 有一位 非常雍容华贵的 一位少妇 一看呢 这就是一位了不起的夫人 贵到磕头 口中在刀念 主要上仓 雪岚提着这剑 他就站在这民主的后边 他没敢再往前走 他怕把人给吓死 咱俩 这浑身上下 没别的了 这都是雪地呀 贱身的血刚刚鸣固啊 他要在这藏一藏 躲过去再说吧 他不知道怎么回事 但是只听这个女子 就焚香磕头这女子 说了一个人的名字 把雪刚给吓了一大之后 说谁呀 雪刚 四地雪刚 他在主告上仓 求神灵保佑 四地雪刚平安无事 能够安然离开 长安城 呀 雪刚眼泪差点下来 怎么 他不就应了那句话呢 人到难处想冰棚 当自己最困难的时候 有人 来帮助这么一把 是他呀 很难忘记 这人不会忘 这可是常说的那句话 这个锦上天花千可有 雪中送太一个武啊 现在的雪刚不是 两个王府轰轰烈烈那时候 到哪儿都三觉主 喝了喊了 自量而然就给让路 我完全都是仰慕而逝 这就那么看人家 现在雪刚 说不好听的话 过去老鼠比那还惨呢 怎么你到处都是冠军 都是则天皇帝的人 你往哪儿逃你啊 就在这么紧张的情形之下 居然有人飞香 为雪刚在祷告 这还了得 他慢慢的叹起身来 涌入眼神 想看看这女子是何人 正好 这女子是大败八败 然后挺身站起 雪刚不见则 以这一看 一样 他不由自主地喊了这么一声 好 把周围这几个婆儿丫鬟可吓坏 看来人家这家这些婆儿丫鬟也见过世面 搁别人 那灯笼早就扔了 哎 那台早就撇了 就得下来中藏西朵 没有 吃惊是吃惊 你们太突然了 不仅没跑过 是其中还有两个婆儿 叉叉的一下 把宝剑亮了 看来啊 哎 感情这家里也是五十门峰 五十道 不是五十道 就是人家练过五 喝 薛刚这才看清楚 特别是人认出来 这个祷告磕头的这个少妇 也看见薛刚 什么人 胆大的狂头 啊 混进我的府里来 在暗中溃弹 你走过来 看看你是什么人 薛刚几步走过来 苍朗朗把宝剑扔了 扑通一下 过一下 原来是 嫂嫂 谁呀 此为正是总兵马登的夫人 张贵荣 哎哟 张贵荣一看 原来是兄弟薛刚啊 我的好兄弟 你只是从那儿来呀 伸手给搀扶起来 一看怎么这样子的 赶快到屋里 给让他努力 吩咐人倒叉 备酒 先拉下惊 都知道了 他请 贤弟 你这胆量可太大 你怎么敢 单人匹马 混进长安 雷际铁囚坟呢 啊 吓死嫂嫂了 你那个 没有贴恩姓的兄长 他呀 亲自跟我说的 他要领兵去捉拿你 不知你见到他没有 哎呀 谁刚挺的这儿 嘎嘎嘎 咬着钢牙直响 嫂子 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迷了我家兄长的心窍 他真狠啊 就在两个王府的门前 也是这么这么回事 嘿 这真是老天有眼 我居然会跑到这儿行了 能见嫂子一命 小弟呀 死而无恨 我现在就跟您告辞了 怎么 我不能在这儿站个 给嫂子你找事儿 现在我哥哥马当事官迷 我怎么能在他家待着 我坐他的椅子 把我衣服斩了 他拾了个礼 转身就走 刚才一转身爬在门外 有人大喊一声 总兵回府